宋徽宗 宋徽宗是一个比较有艺术气息的皇帝,1082年到1135年,北宋第八位皇帝,神宗第十一子,登基后享乐奢明生活,虽是天生艺术家气质, 但是宋徽宗的作为还是引起争议的,跟小编一起看看嘛,公元1100年,宋徽宗的哥哥宋哲中病死,此外,宋徽宗1125年登基即位,改元靖康,简直是意外之喜,宋徽宗也许是中国帝王中一处天分最高的皇帝, 如果不是一国之君,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,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, 他的楷书作品《农方依脆了诗贴》,亦堪称楷书杰作, 但是,这个艺术家的宋徽宗,却不适合当一个皇帝,他为人优柔寡断,反复无常,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和敏锐力, 他是历史上最懦作无能的昏君,倾信奸臣谗言,罢免了李刚,金兵围攻变金,却无力抵抗, 竟康之变时被金人俘虏,值得一提,宋徽宗生涯,子多,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好色,宋使评价他轻巧, 宋徽宗不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李正和御敌上,而是最心于创作, 纵情于皇帝,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父王,主亲后,宋徽宗被封为君的功,受尽侮辱, 提鱼辗转,最后在五国城金黑龙江省伊兰县境内落脚, 期间,虽然条件差了些,空间小了些,但宋徽宗周围的女人却不少, 每次悟着,1135年,宋徽宗逝世,等到亲宗赵凡发现徽宗尸体时,尸身已经冻僵了, 又冷又远,金人将徽宗尸体抬到式炕上进行烧尸, 等到烧到一半时,再用水将其浇灭,把徽宗赵凡的半浇尸体抛到水坑里, 以此来获取灯油,就这样,一代王国之君, 死后尸骨还被迫做了灯油,真的是实属一场悲剧, 之后他的遗还被他的后人宋高中运回葬在了永又林, 但是在元朝建立之后,他的墓血就被盗墓者盗了, 真是悲剧也,王国之兆,归根结底, 还是徽宗昏庸无能,导致了北宋灭亡, 才会有了后面的结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